我們先針對上個禮拜電視牆的部分 跟大家簡單說明一下 我們上個禮拜呢 因為這個部分 範例包括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前半段的電視牆 還有我們今天要做的這個3D線條 那我們上個禮拜完成3D線條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去用兩個進來 我們上個禮拜呢 主要第一個 針對素材的準備對不對 我們 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夠怎麼樣 先知道你到底要分幾塊 你要分幾塊 原則上 因為我們現在釋去比例主要就是4D線跟16B9 尤其是以後面為主 所以你在做的時候盡量要能夠整除 你不要那個不能夠整除了 這樣我們在做效果就會比較差 當然如果說你不在意那個比例 其實也是沒關係啦 也是沒關係齁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你要做這個 我們用了Photoshop 還有什麼 小魚子 對不對 Photoshop呢 你就用這個所謂的縮圖幕幕2 這個自動的工具 自動的工具 那記得 這個 不要把下面這個勾起來 不要把下面這個勾起來 這樣就不會有縮圖的那個 圖片裡面就不會有檔名 那再來 你要不要把它平面化 我們上個禮拜這樣看了一下 它還有一個新版本 有一個問題就是自動監具那邊 監具的部分好像會 有點怪怪的 有點怪怪的 新版本齁 所以我們後來還有小魚子嘛 小魚子我就沒有寫在這邊齁 但是小魚子一樣可以做 這個是前半段在準備素材的地方 接著呢 我們就把它進到A裡面來 對不對 學習的怎麼樣 用所謂的遮罩 好 遮罩的部分 那在A裡面 我們要用遮罩 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上次做的在這裡 你要用遮罩呢 我看一下 conversal 我看一下 上禮拜做的在這裡 recompose to 這個 這個 怎麼樣做遮罩 用上面遮住下面 要遮別人的放在上面 要被遮的放在下面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有這樣子 但是你要切換一下 對不對 你看 要怎麼設定遮罩 從被遮住的那個圖層 去指定 上面那一張當作的遮罩 上面那一張當作的遮罩 所以呢 當你這樣指定完成之後 你會發現 他的眼睛是不是就自動收起來了 表示這個圖層不用出現 因為你是我的遮罩 我只取你遮罩來遮住它 你的內容是什麼 就不顯示出來 就不顯示出來 這樣 那我們 我們上禮拜最主要就是要讓 影片有那個格狀 有那個格狀 所以我們針對這一塊 這樣來做 因為我打開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的透明度 在這裡 有沒有 這裡我們要做透明的 會像這樣子 會像這樣子 所以我利用這個透明 來遮住我的影片 這是第一個 我們學會使用遮遮片 遮遮片 跟我們之前做的國家地平道 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是一樣的 再來就是我們套用的兩個轉場特效 那一般來講這個轉場特效 我們大部分在視訊剪接軟體裡面 算是最常見的 AE裡面的轉場特效其實不多 其實不多 這個在哪裡 在這邊 Effect裡面的全息群 就是AE裡面的轉場特效 我們用了這兩個 BLACK DISOV 跟CAR1 第一個 一般中文翻做融解 第二個就是卡片翻轉 那我們利用融解這個方法 讓它產生一塊一塊消失的效果 利用卡片翻轉 讓它真正完成那個攝影機的翻轉效果 所以雖然我們這個圖層 並沒有變成3D圖層 可是它有3D的效果 所以你看一下我們在這個地方 上面這一層 我們有針對它特效裡面 有套用的這個叫做BLACK DISOV 一塊一塊的 那最重要的就是 你必須要知道什麼 我們上次在做電視牆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 這樣一塊到底是多大 那個尺寸 我們是80x60 對不對 所以呢 你的BLACK的寬跟高 你必須要確定下來 再來就是我們把它 原本 軟軟的編 鬆Edge 把它怎麼樣 關掉了 這樣 你在做動畫的時候 我就是針對這個完成筆 轉場的完成筆 我們去做 這樣子一顆一顆消失的動畫 好 那你消失完自然就看到下面的這個影片 好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把它 愈合成 對不對 把它 Compose 按右鍵 做一個類似群組的概念 把它組合起來之後呢 我們要針對它 針對它 我們套用的一個濾鏡 叫做卡外 卡片翻轉 那也因為這個濾鏡呢 本身就具有3D的這個空間 所以雖然我們這裡不是3D塗層 但是它可以用攝影機跟它做互動 好 不用攝影機跟它做互動 那這是上次 我們有做的 那主要呢 看一下上面這個 就是我們 重點在這邊 就是 我不是要它的專長 不要卡片翻轉 我們要的是下面這個 第一個 攝影機的系統 我們希望它能夠抓我們 場景裡面 我們自己建立的那個攝影機的組成 因為這樣子我們要互動比較方便 好 因為它內建的是 你要自己用素質的方式去調 這樣比較不好調 所以這裡我們有修正 第二個 我們要讓它抖動 抖動 你可以抖動或旋轉 那我們之前用的抖動 是針對地軸 也就是它會突出來的 也就是像各位現在所看到的 它會怎麼樣 前後這樣突出來的 有沒有 這突出來的 就是針對地軸 所以我們有針對這裡做了動畫 那這個濾鏡 也比較特殊一點 它的抖動 只要你有設定了它的 這個數值 就是數量 它的抖動是 不用關鍵格就會動 不用關鍵格本身就會動 所以我們的動畫呢 其實是讓它一開始的時候 動比較多 慢慢的慢慢的 收回來之後 有沒有就回到原點 讓它的抖動的數值回到0 這樣它就回到平面 就回到平面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 針對攝影機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我希望他們都自己抓攝影機 所以我們有在這邊 幫他做了攝影機的動畫 產生了這樣的效果 產生這樣的效果 這樣還OK吧 應該有複習完成了 我們上次主要做的 就是這幾個部分 就是這幾個部分